我們一起低頭做個檔案 我們在天上的父謝謝你 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班 我們可以一起學習你的話 九族祭的聖靈在我們當中 開啟我們的心 光照 讓我們真是看見你律法當中的奇妙 我們就把感謝給你 我們自己 在你面前的幫助 我們也能夠用你的生活行為 成為主的一個見證 願主的話存在我們心裡 成為我們矯情的恩 我們這樣 感謝祷告奉主耶穌的名情 阿們 今天是要跟大家介紹 聖經這本書 這本書是非常的龐大 我先講講一點點 我個人對這本書的一點經歷 有誰覺得聖經好讀呢? 請舉個手 聖經 對基督徒來說是擺讀不願 但是 對很多剛剛接觸聖經的人 確實不太容易進入情況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那個基督徒去看我就送我一本聖經 我就沒當回事 偶爾一般 就發覺 聖經 就像神話 而且就是神話 而且這神話寫得 非常的 不好 一點都沒有意思 所以呢 看不到幾頁呢 就會想睡覺 就不會再繼續看下去 但是 剛到美國來生活壓力很大 然後很多的掙扎 很多的壓力 然後到一個地步呢 憂慮焦慮 然後害怕 就慢慢讓我晚上睡不著覺 那就 越想就很恐怖 越恐怖你就越難睡覺 這個時候我發覺聖經對我非常有幫助 我就看幾頁聖經 看看看看 越看越不懂 就睡著了 所以呢 我發覺聖經有這個好處 我就把聖經呢 擺在我床頭 擺在我床頭 每天晚上都會翻翻 然後呢 基督徒 送我聖經的基督徒 會去看我 一看 哇 靈體說很有希望 愛慕主的話 所以為我感謝 其實上帝知道 但是 後來經過一些事情 我真的信了主 信了主了以後 並不是因為我讀過聖經 而是經歷到 主耶穌 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非常奇妙 以後有機會再跟你們分享 信了主以後 我想既然上帝救了我 這本書如果是他寫的話 他一定會讓我明白 我就開始慢慢的 我就開始慢慢的去了解 聽傳道人講道 看傳道人寫的一些東西 自己慢慢去學 然後經過這麼多年以來 我有一個新的認識 有一個新的認識 聖經不是神話 聖經是神的話 一致之差 那是差別非常的大 那現在可能 很多人一讀聖經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打開聖經 聖經裡面是有神說話 但是聖經有更多是人在說話 記載人的一些事情 更可怕的 聖經還有鬼在說話 那你說 那我為什麼要讀這聖經 是不是只要讀神的話 其他的我都不讀 那究竟是什麼 然後你發覺聖經的作者 跟一般書你在街上買的 那是大不相同 我們一般買書都是蠻有權威性的 對不對 好書 那這個真是在這一個方面 是突出 然後寫得真好 那文學的可能是諾貝爾得獎的作品 那科學的 是這一方面的權威 都是蠻有學問的 然後有見識的 有成就的 如果是很多作者寫一本書 你打開封面一看 這個他一定告訴你作者的背景 很少有人告訴你 這作者是小學生 沒受過教育的 那都是告訴你 博士啊 教授啊 然後公司的CEO啊 然後專家啊 為什麼 就是要你知道 這個書可信 值得買 但是聖經 有大概四十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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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作者的背景是參差不起 有很有學問的 像摩西 像寶 也有沒有學問的 像彼得像約翰 有牧羊的 有當宰相的 各種各樣的背景 把它合在一起的書 你說會有什麼好處 然後聖經這本書是非常久遠的書 那麼久到現在 中間不曉得經過多少時間 我們現在看這本聖經 記載的對嗎 可不可靠 如果不可靠 我們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是對的 那不是很危險嗎 我們基督徒跟目道朋友談聖經 你要信 日本說好 你要問你說好在哪裡 人家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能夠回應嗎 如果問兩下 哎呦慘了 我不曉得我自己信的是什麼 你的信仰都會出問題 所以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 是因為有美好的經歷而信 但信了以後 你怎麼可以認識上帝呢 怎麼生命可以成長呢 就是根據這本書 如果這本書記載的有很多錯誤 那會構成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想利用今天和下禮拜 跟大家談一下 從很客觀的一個角度 來看看聖經真的那麼可靠 如果我們已經信了 你真是知道 我不怕任何來挑戰 你遇到人挑戰 就變成一個很好溝通的機會 讓我來告訴你 聖經為什麼那麼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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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本聖經 從第一本聖經寫了 然後一直流傳流傳 然後到今天 大家知道 最早的聖經 是怎麼寫成的 是用手寫的對不對 手寫的 那現在我們都是用computer 現在你會發覺 收到手寫的信已經不多了 我聖誕節的時候 我一定用手寫一點東西寄給朋友 那有些朋友覺得 哇這個年頭還收到手寫的很寶貴 以前聖經全部都是手寫的 有誰超過一卷聖經的書 比如約翰福音 你超一遍 太初有道 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一直超 超到最後 有沒有人做過這種事情 有一個叫啊 煩死了 是不是 好 這個 聖經我們第一個要問的 就是說 以前人寫了一本聖經 是用手抄的 你說抄一本聖經要抄多久 那是個很可怕的 很艱巨的工作 好 抄完了 以前是抄在羊皮紙上 或者是紙上 你說可以存多久 存不久 所以呢 你隔一段時間呢 要再抄一遍 哇 現在我知道台灣 小學生 表現不好 老師怎麼處罰呢 現在不能體罰 抄書 課文 抄十遍 那對小孩子就是一個嚴重的處罰 你想聖經要抄一遍 那多費勁 你如果抄 你想 你原版 跟你第二版再抄 你能夠保證 一字不弄 一字不錯 有時候弄不好 就跳韓 是不是 你還不曉得 所以這個抄寫的過程 非常嚴謹 然後 你 一代 一代 傳下來 我們現在有的 是 printed 是活字板 打印出來 那活字板 其實 是 14世紀 中國元朝的大軍打到歐洲 是把牽制板帶到歐洲 所以才引起 歐洲有牽制板的這種 文字 這種 這種 技術 在歐洲 有了牽制板以後 出的第一本書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聖經 你可以看到聖經的 這個 在人類歷史所佔的地位 是非常了不起 好 現在 我們 這本書 你怎麼知道 他寫的都對 你說 好 中文 是根據英文 英文 然後再加上 舊約 是加上希伯來文 新約要加上希臘文 要對著 然後呢 你發覺 這樣推上去 那英文 是根據 新約 以前是希臘文 然後 舊約是希伯來文 你再推上去 然後 你說以前 有沒有古超本 就是這超本 用手寫的 你找得到找不到 從歷史學家來說 如果你任何一個古代文獻 沒有古超本的話 這個歷史的文獻 就不可靠 不可靠 所以我們現在要評估 聖經 這本書 究竟 有多大的可靠性 第一個 就是要看他的古超本 有沒有 那 聖經是一本古老書 在人類歷史當中 有很多古老的書 在西方 下一個 我們看看古超本 一般的資料 在下一個 歷史學家 跟我們提供兩個條件 來看這個文件 這個文獻 是不是可靠 第一個 古超本 要多 如果你只有一百 那他真是錯了 你無從對照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兩本 可以互相對照 然後有些真是錯字 你可以找得到 如果你有十本 就比一本要強得多 第二個 就是古超本的寫的時間 跟原著這個時間差多少 當然 是差得越近 越好 是不是 如果差上五百年 跟你差上五十年 那是截然不同 好 我們現在看看一般文獻 西方的 下一個 好 這個是 都是古代羅馬 希臘的一些 歷史文學作品 如果你到網上去查 還有更多的資料 這只是大致這樣一選 你會發覺 在這個 古代羅馬 希臘 最 多的 古超本 就是河馬的詩 叫伊利亞德 這本書是非常有名的文學作品 它被保留得很好 然後呢 居然有六百多本找到 這是很少有的 然後它最早的這個版本 你寫書的時間只有五百年 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但這是一個文學作品 那你看所有其他歷史性的 像凱撒的這個歷史 波拉圖的 還有這些 當時羅馬的歷史學家 這些 大概很少超過二十本 你能找到二十本 那這個已經是非常珍貴 然後你再看這個年紀 這個時差 除了這個伊利亞德 這本文學作品 其他都是至少是八百年 然後到一千三百年 這就告訴我們 這個傳遞的過程 要保存非常艱難 非常艱難 那這是客觀的因素 你要花很多的人力 不只人力 你做這工作的人 要非常的謹慎小心 所以要求很嚴格 我們看看聖經呢 他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下一個 所以這剛剛我結論 就是一般文獻的這種 這種情況是如此 下一個 我們看新約聖經 新約聖經 你打開從馬太 馬可 路加約翰 一直到啟示錄 這個寫書的時間 最早聖經學者告訴我們 大概是祖後四十五年 最後一本書 是約翰福音 大概是祖後九十九年 所以在一世紀之內 新約完成 好 找到多少古超本呢 那個 其實 我那個地方是寫錯了 那個 不同的語文 希臘文 希臘文 然後當時的是羅馬帝國 所以是有翻成拉丁文 拉丁文還有敘利亞文 這三個文字家 不是兩千五百本 是兩萬五千本 光是拉丁文的版本 就有一萬本 希臘文的版本 有五千本 還有敘利亞文 其他的有一萬本 這個數字大的 讓你真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然後你看那個時間的差距 聖經能夠找到最早的古超本 是祖後一百三十年 祖後一百三十年 好 下一個 你看這裡 就告訴 這是新約古超本的這個 好 下一張 好 這是一個有名的古超本 目前 這個只有一部分 因為古超本要保留 等一下你可以有幾張圖片 可以看那個古超本的樣子 這個 目前是存在英國 曼切斯特的這個 John Rayland 的這個圖書館裡面 它有部分的約翰福音 根據定年 定出大概是一百三十年 主後一百三十年 那意思就是說 離成書不到五十年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下面一個 你看 這個到最後就是剩下這樣的 片 那這些考古學家 要把這些東西 把它整理出來 把它保存下來 那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現在科技非常進步 你可以掃描 你可以用先進的方法把它保存 如果你們以後有機會到歐洲去 這些博物館真是要去看 有很多這種珍貴的史料 下一個 另外這是另外一個作名的古超本 這是三世紀的作品 它包括路加福音 包括哥林多前書 還有很少一部分 舊約生命劑 現在是存在愛爾蘭的一個博物館 還有一部分是存在密西根大學 下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古超本 這個很多都自然的腐蝕掉 你看剩下的 但是這種東西 你要去認識它的當時這些古希臘文的這個文字 它的意思 然後你要把它整理出來 下一個 你看這個生命劑當然是更久了 因為這是 所以這都片段 下一個 好 這裡 所以新約聖經 以古超本有的量 跟它的時間的差距 你是遠遠超過任何一本古代文獻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相信 如果我們相信 布拉圖 亞利斯多德 蘇格拉底 或者是凱撒 這些古代的這些記載 如果你不相信聖經的話 那是不可理解 意思就是說 聖經所提供的資料 它的可靠性 那是遠遠超過任何一本史料 所以大家對新約的這個懷疑保留 基本上在學界是不敢有任何的挑戰 就是這樣 那你會想 為什麼有那麼多超卷留下來 然後人家去研究 這麼多超卷 去對比 發覺這誤差小的真是驚人 準確度可以到達95%的準確度 那當然一定會有筆錄 後來人家才了解 但是猶太當時這些超聖經的 那是非常非常的認真嚴謹 超一個業 然後你要角隊 角隊的工作不得了 現在你發表任何一篇 paper 你光角隊都要角隊好多遍 最後你拿到手上 發覺還是有錯 我有一次發表一篇文章 可以得到發表了很高興 趕快好好校隊啊 好 發表了 出來一看 我名字都拼錯 你說怎麼可能 自己的名字都沒看到 上面是一個錯 所以這工作非常不容易 我想你寫過東西 你發表一定有這種經驗 舊約 那就更舊了 舊約第一本書是主前1800年 舊約最後馬勒記 是主後400年的作品 當時是希臘統 400年的時候大概是希臘的時代 所以當時亞利山大就委託了70個人 立了74億本 所以你可以知道舊約 在那時候已經完全成熟 已經整個舊約已經有了 但是舊約的古操本就是非常的少 最找到最有權威的 就是馬索里操本 這個時間是主後900到1400年 那你離主前400年 跟這1800年 那實在是有點遠 所以大家對舊約的記載 基本上都是保留 基本上都是保留 覺得很難信 你可以了解 特別是做學問的人 那根本就不信 那怎麼辦呢 感謝主啊 1947年 在人類歷史上 在人類歷史上 有一個最大的發現 就是發現了古海十九 這故事是這樣 古海 十海那一代是非常的乾燥 非常的乾燥 所以呢 非常荒涼 平常誰去呢 就是放羊的那些去放羊 有一天 這個木頭呢 發覺有一個羊丟了 他就到處找 找啊找 然後石頭丟 因為他想 如果把那羊嚇到 他會叫 你就可以找得到 結果沒想到石頭一丟呢 丟到一個洞裡面去 然後聽到一個瓦罐被打破了 結果就是這個 然後他一看 瓦罐裡面有東西 是一卷一卷的東西 他就把瓦罐帶到城裡面 然後就賣給古董店 是這樣開始的 結果有一天有專家一來看 哇這是什麼 這是聖經的古草本 所以從1947年 一直經過前後10年 下一個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 池海上面這個區 他有Cave 1 Cave 2 一直到有Cave 11 一共前後找了11個山洞 那裡山洞很多 下一個 你看看那地形 你看這是那邊的地貌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洞 這個在山裡 裡面就是這樣的一個 那很乾燥 在山洞裡面 他就把這個寫好的古捲呢 就放在這個罐子裡面 就放在這個洞裡面 因為非常乾燥 所以保存得很好 下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古捲 左邊就是拿出來的時候 是那個樣子 還能夠保存到那個樣子 但是那個你一碰它 它就睡掉了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很不容易的事情 右邊就是那個罐子 你再看下一個 你看這是慢慢把它 recover 你可以連起來 這個是整本以賽亞書 所以在這個石海古捲呢 舊約所有的書捲都完整的出現 除了以絲田 而且數量非常的大 下一個 你看詩篇這是其中一個篇 他底下把它翻成 就用我們可以懂的文字把它翻譯出來 上面就是希伯來文 下一個 這個是 他的作品呢 是當時大概是主前一百到兩百人 有一群猶太人 為了抗拒希臘文化的抵擋 就退到這個山區裡面 保存他們有的這個產業 就是聖經他們抄了很多 然後把它存起來 你看一共有九百八十多份 這個古捲 那裡面有很多的聖經書捲 那現在他們把這個主前一百年到兩百年的這個古捲 拿去跟主後九百年這個馬里塑抄本去對比 發覺這準確度非常的高 所以這一下子就把舊約的可靠性提高到很高很高的地位 因為你一下子提高了將近一千年 那就幾乎就到舊約的時代 所以這個發現就被譽為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發現之一 這在考古學上尤其是重要 下一個 那這個是剛剛是講傳遞 就是一卷寫完了 然後我要再寫一卷 然後再寫一卷 那這些都保留到這種情況 所以你可以知道你想想這個功夫 你想想這些人在上帝面前那個敬錢的心都是值得我們敬佩 我們要感謝當時很 舊約是以色列人所做的工作 新約有很多基督徒做的工作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問 就是好你一字不漏的這樣抄下來都很準 非常準確傳遞的很好 這是重要的一個條件 但是另外 這裡面記載的事情是不是可靠 這也是這些學者們追著問 因為不管是舊約新約 你會發覺 有時候你讀的都煩 有很多的人民 有很多的地民 那大部分都是你我不熟悉的 好 我們選幾個例子來看 大家知道這個漢姆拉比法典 這個你如果沒看過這個 你到下到那個St.Creet Library的門口 大概上二樓旁邊就有一個 因為這個太有名了 所以很多學校圖書館都要買一個 這是複製品 那這個是古巴比倫的 當時一個王 他頒布了很多律例典章 那當然是確定當時人民生活風俗習慣 人與人之間的一些條例 所以這個重要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的文化 那這個是在亞伯拉罕的時代 所以你如果看舊約 看亞伯拉罕他做的一些事情 那你就會發現 哦 原來跟這個法典上 所告訴我們當時人生活 人與人之間關係 是這樣 那就哦 這個不是虛構的 所以這個法典的出現非常重要 好 下一個 你看這個是二十世紀初發現的 二十世紀初發現的 然後是在 那上面有五千多橋的法律 那就給摩西五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這個背景資料 好下一個 我們讀創世紀 你都會曉得亞伯拉罕蒙昭 他是從加勒底的烏爾城出來 然後要到上帝帶他去的應許之地 加勒底的烏爾在哪裡 那現在沒有 那所以有人就問真的有這個地方嗎 沒有這個地方的話 那可能就是寫聖經的自己虛構 但是聖經他告訴你這個地方 而且大概的地理位置也告訴你 所以你根據聖經的資料你可以去找 那誰去找 最有興趣的就是考古學家 考古學家是專門考人類在歷史上的一些活動 所以他們就根據聖經的描述 然後就到那一帶去挖 那這一挖真是挖到寶 把整個烏爾城都挖出來 你可以知道在那一帶很多沙漠 沙漠有個特徵啊 就沙漠會移動的 會飄的 所以你原來是一個地方人住了 等到沒有人住 沙漠一蓋 你什麼都看不到 那所以你從地貌上看沒有東西 不見得表示當時那裡沒有東西 所以都在地底下 這是你看挖出來的 那整個城市的規模 而且那全部都知道 而且當時這個城市繁榮的程度 你從它的藝術的表現 有很多的工藝品 有很多的 你看下一個 你看這些 有些還非常的細膩 這是祖前4600年 所以出了土 所以大家知道 真是果然有沃爾這個地方 而且是非常繁榮的地方 那其實你了解這個 對我們很有幫助 你可以了解亞伯拉罕更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 亞伯拉罕要從一個非常繁榮的地方 要走到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 那這一個我們說是信心的路 他是回應上帝的呼召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現在我想有任何一個人 說神呼召我到非洲去 你會有什麼想法 哇很難呢 所以我們支持的這個 Jeff跟Curl他們這對夫婦 帶了兩個小孩到非洲去宣教 那是很難的事情 很難的事情 所以當時就是 所以你知道 這個沃爾城被確認 我們再看一個 好 聖經還記載 亞伯拉罕太太死了以後 他沒地方埋葬他太太 他就跟當地的賀人打交道 那亞伯拉罕其實 在人看是一個尊貴的王子 那意思就是說 他真是有信仰 而且呢 人家尊敬他 就是生活表現真好 所以當他跟賀人提出這個要求 賀人說沒有關係 你隨便要哪塊地我都給你 還是免費的 結果亞伯拉罕堅持 要付他該付的錢 所以這段對話非常美 賀人 你學過歷史 你讀過賀人嗎 沒有 你我沒讀過 連歷史學家也不知道有賀人 什麼賀人 那就不知道 但是他們 就對於整個記載 你說當然有保留 是不是 好 我們看看 然後 大概也是20世紀初 出現了這一個 tablet 就是石板 很多文字都刻在石板上 這是在現在土耳其 首都安克拉的附近 一個村莊 叫Borgzat Koy 這個地方 好 你看看 下一個 好 其實 這個發現很多的石板 將近一萬多塊 然後從這石板裡面 你可以了解 所以 原來當時 不只有賀人 而且賀人 在歷史上 曾經是一個帝國 就是現在土耳其 大部分 都是他的版圖 非常強大 然後 也很奇妙 在 大概前後有200多年 突然就 沒有 在歷史上很多這種事情 好 下一個 你可以看到 綠的這個 都是當時賀人的版圖 所以 也讓我們知道 確實有賀人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已經都過去了 被埋掉了 好 我們再看一個 好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 銀卷 銀 銀是很有延展性的 你可以把它延展成 很薄的一個片 然後 在上面可以刻字 那這個銀卷 他們 在耶路撒冷的一個古墓 發現 上面刻的什麼字呢 上面刻的明書記 六章 24到26節的 這幾個字 是 愿耶和華賜福給你 保護你 愿耶和華賜福給你 愿耶和華賜他的臉 造你賜恩於你 愿耶和華賜你 賜你平安 這是明書記 是摩西時代 的一句話 被刻下來 那這個什麼時候刻的呢 他們可以告訴我們 大概是 祖前六百年刻的 那現在在一個墓裡面發現 墓裡面確實有很多寶物 中國考古也是非常有名 你如果到西安 這個文史館去看他們的展示 大部分以前的手工藝 都是從墓裡面找到的 因為人死了以後陪葬 所有好東西都在墓裡面 這為什麼會有盜墓的這種現象 是不是 所以從這些偷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了解很多當時的文化 所以這個也就告訴我們 民書記這句話 跟我們現在看的是一樣 那時候祖前六百年 人家就寫下來 所以這也是證明 聖經的可靠性之一 下一個 這個你看起來就像一個陶瓷塊 但是他們發現這陶瓷塊上面 有一些筆跡的樣子 結果後來人家發現 這是一個當時的印 所以你把印上面出現 一個人的名字 那他們 這都是希伯來文了 那結果他們說 這個是當時 耶利米的秘書 有一個秘書叫巴魯 是他的印 所以他為耶利米寫東西 寫完後 他蓋一個印 那這個印被找到 所以巴魯這個人 是誰 你在耶利米書就發覺 有巴魯這個人 下一個 大魯很多人不信大魯這個人 因為發覺那是以色列人 為了要抬高自己虛構的一個王 這樣的話 他們就好像可以有民族的自信 所以大魯王很多人都不信 結果有一個石板上面 就是從非以色列區 就是當時是跟以色列做對的那些民族 在那個地方挖到一個石塊上面 有刻了一些字 就告訴我們 這上面有大魯的名字 大魯王的名字 你就知道 這大魯王確實是在歷史上存在過 這些事情 你再看下一個 這不太清楚 這是巴勒斯坦這一代 上面有很多紅的點 那紅的點就表示 考古學校挖過 那其實在那一代 可以說是千倉百孔 很多不只是被炮彈打的孔 很多是人自己挖的 那因為太多事情 人想知道 到目前 考古學 在整個文科方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學科 在中國考古學也是做得非常好 在台灣也是一樣 那可以了解我們過去歷史文化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考古的資料出來以後 告訴我們聖經不可信嗎 所有挖出來的東西都告訴我們 確實和聖經所講的一樣 好下面有一位考古學家 他是在John Hopkins 一個東方研究中心的主任 是考古學的權威 他說所有考古學的發現 許許許多多的細節 都給這些歷史學提供很好的史料 讓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的歷史更多 所以這個是舊約考古 那大概是從18世紀 拿破仑的時代開始 那一直到現在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考古學裡面 聖經考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 好 那是剛剛講到大部分都是舊約的 新約 新約 你說時間是晚得多 那新約有什麼東西可以考證呢 那大家一打開路加福音 路加有這樣幾句話 路加這個人 他不是使徒 但是他是跟著使徒保羅 一直在旅行步道 他自己是醫生 所以呢 他對於做學問呢 是非常的嚴謹 他寫了兩本書 一本是路加福音 一本就是 是什麼 《石頭行傳》 那 你可以看路加的記載 跟別的書就不一樣 因為他很細膩 很細膩 他說這些事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 就定義按著次序告訴你 讓你知道所信的是確實的 那這個其實是在信仰上一個非常寶貴的態度 我們真是要知道我們所信的是確實的 如果人要問你 你真的信嗎 這件事情真的有嗎 你說我不知道 我只是信 那說服力不大 說服力不大 但是一個人這樣信 還是很好 在上帝面前蒙死 好 那 他寫了 《使徒行傳》 你會發覺在《使徒行傳》有什麼特征呢 有很多的地名 是不是 保羅 從哪裡開始 到哪裡 然後遇到什麼人 這個人是什麼職位 然後 對這城市的描述 有人說 這個裡面的城市有上百個 人物有上百個 各種不同的官弦有很多 所以呢 就變成一個很好考證的資料 當時英國在二十世紀初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考古學家 叫William Ramsey 他在考古學的成就 讓他被封為公爵 所以他前面那個十二 那在英國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科學家裡面有幾個是十二 像牛頓 那是十二 那都是大有成就 他是在考古學非常有成就的 但這個人呢 是無神論 然後呢 他也相信 聖經 不是一本史料 那意思就是說 你隨便寫寫 那 你愛怎麼講都可以 那就不是史料 所以呢 經不起考驗 我只要稍微考證一下 那一定全法 所以他就立定志向 所以他這個立志就不得了 學者 如果真的你讓他立志的話 那是可以做出一點很驚人的東西 他這立志 花了多少年 花了二十五年 他追蹤保羅的每一個行程 根據聖經 然後仔細檢驗每個地方 前後二十五年 他得到一個結論 請下面一個 他說 路加是第一流的歷史學家 他所選的資料 不但真實可靠 他也具有史家應有的歷史感 路加的名字 應該與世間最偉大的史學家同列 這句話出自於非常有份量的一個考古學家 那就是不得了 那更不得了 看一下 他說 當我們客觀檢驗 聖經準確與真實的證據 能夠得到唯一的結論 就是聖經是真實 聖經是真實 為此 他放棄無神論 成為基督徒 他把這個過程寫在他的書裡面 那是震撼整個全世界 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你其實所有不只他一個人 你以後有機會去捨裂一下 任何一個人敢對聖經提出很認真 很嚴格的挑戰 最後這個人一定被改變 就是這麼奇妙 真實如此 所以很多人本來要證明聖經的不對 後來必須寫一本書 證明聖經是對的 那他是很有名的一個 好 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下一次有人問你說 聖經你真的相信嗎 你敢說我相信 要不要我跟你講講 為什麼相信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有沒有問題 現在幾點我看到 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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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目前為止 從這個資料看來 聖經是可靠的歷史數據 我想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何跟目道友說 聖經就是上帝的話 對 這個 如果聖經是上帝的話 他必須要可靠 他必須要可靠 所以可靠 是構成必要條件 但是並不充分 因為世界上可靠的文獻也是一樣 所以不能反過來 所以可靠的東西一定是神的話 not really 但是為什麼聖經是上帝的話 我想下一次我要再接著講 對 但是我們一定 如果我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 我們必須要認知 必須要知道 非常可靠 全世界沒有哪一本書 可以比得上它的可靠性 是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補充 是 就是說 你講的Kunbram 那個 以賽亞的那一卷書 在那邊 那個Cave 我跟那裡都去過 是 然後 而且到了他那個 那個 展示器 那個以賽亞的公園 哇 都在那邊 也看到他整本 很認真 裡面都是 一個櫥窗一個櫥窗 哇 整本 那種準確度 99% 那我真的是很 上帝很奇妙 今天我感谢你的是 你 那個是1978王曲 1978年以後,你又有提了三個新發射 這個我就覺得,哇,那個很地震 你提到又有三個新發現,都是1979年、1980年 所以這些又是一個比較新的新發現,相當地震震 所以我很稀奇 人家有一次問我,你做基督徒有什麼感想? 我說,哇,我好愛上帝的,哇,我好愛聖經 那個人很驚訝,跟我說,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評論 所以我真的是對聖經無體投地 因為你提到那個《四海國卷》,這個三九、三十九本 據五月的,除了以色帖以外,三十八本都有 但是它有沒有別的,比如說,唐經、詞經 就是當時靈感,沒有常見的靈感 这些其实圣经就有很多 除了圣经有当时一般讲到社会规条 就像法律的条文 还有一些赤经都有 但是那些我就不把它放进去 那今天的重点是告诉大家 就光光圣经是有那么多的赤料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怕任何人来跟你挑战 他不懂 他不信 他怀疑只是他不懂而已 他没有了解这么多 所以现在我们懂了以后 你要高兴人家问你问题 你巴不得人家来问你问题 那我就可以好好跟你讲讲 我们几点钟吃饭 现在开始是到了吃饭时间 饭来了是吧 饭来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那下一个礼拜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下 圣经很可怕的一些事情 就圣经的预言 那准确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 那是关于人类历史 那当然是讲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历史 那你想一个国家亡了两千年 可以再恢复成一个国家 这可能性有多大 大家回去想想 如果讲最难听的 我们中国人在海外过了五百年 你能保存自己的文化多少 那这就是一个 其实对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自己有小孩 巴不得自己小孩能够学中文 但是你又打又骂又哄又骗 他就是不要学 所以你能第二代 能够讲中文都不得了 那你想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那五代以后能够讲中文的有多少 能够写中文的 能够看中文的 能够把中文传递下来的 那就是很不简单 如果这些善建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没有国家 你说好 我们要重建自己的国家 再回来 那可能性有多少 经过两千年 下个礼拜 我会先跟大家再讲一讲 因为这是关乎人类的历史 那 所以呢 从这里 很多事情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圣经 为什么是上帝的话 如果真的是上帝的话 那对你对我就有绝对的权威 就绝对的权威 这不是说我想要看 想要不看 或者是我想接受不接受 那你大概就没有这种选择 这也是很元素的事情 所以大家回去沉淀一下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再带回来 我们再一起有点讨论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去用饭 谢谢大家 最后我请安东带我们座位打告 谢谢呦 感谢观看